有了这个限量组等价 有了极大线性无关组的概念 我们终于可以描述什么 讲第三点叫限量组的值 我们可以来学限量组的值 学限量组的值 什么叫限量组的值 那你猜猜的 什么叫限量组的值 α1α2... 这个限量组中什么 极大线性无关组的个数 就叫你限量组的值 极大线性无关组的个数 还需要写吗 极大线性无关组的个数 极大线性无关组的个数 就成为限量组的值 继承这个符号 好 限量就懂了 你看 那这个重要的概念 举证 用举证 有举证值的定义 今天限量组的值 有限量组的定义 它是极大线性无关组的个数 那我问你 讲到这里 在这个阶段 我们可以多写一点 那我问你 就 限量组的值 与什么 与限量的个数 你告诉我 限量组的值 与限量的个数 有哪些命题呢 比如说对一个站 限量组 α1 α2 点点点 αm 有哪些命题 第一点 我们的 m个成员 如果 α1 α2 点点点 αm 它的字 我说告诉你 小于m 你告诉你 意味着什么 我有s个成员 我这个限量 有m个成员 但你的字却比m小 什么意思 就我极大无关组的个数 没有m个 没有m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五个成员 你五个成员 而我的极大线性无关组 只有三个 我就用这三个 可以表示 你这五个里面的每一个 那不是表示 你这五个里面 有多余调的吗 能反应过来吧 来看看 看这个简单例子 各位 我这个限量组里面 有三个成员 三个成员里面 可以用 随便用 哪两个 都可以替代某一个 是不是有多余的呢 所以怎么解 你的字比m小 各位 只要你的字比m小 就意味着什么 你的字比m小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α1 α2 αm 线性相关 它不是线性相关吗 看到没有 它不是线性相关吗 能反应过来吧 同样道理 各位 如果α1 α2 点点点 αm 它的字刚好等于m呢 它的字刚好等于m 我刚好 我三个成员 我去大无关 走的个数就三个 每个都缺一不可 那表示 你们本身是线性无关 所以等下什么 α1 α2 αm 线性无关 是不是线性无关 听到没有 那第三句话 我α1 α1 点点点 αm 我总共几个线量 是不是总共m个线量 你告诉我 总共m个线量 我字最大到了多少 是不是大于 最大值是不去m 所以这个线量 主的字肯定是什么 小于等于m 是不是小于等于m 这注意的第一点 注意的第二点 我们来个咱们话题 你要搞懂 这叫 限量组的字 与 各位 与限量组 限量组间的线性表示 与限量组间的线性表示 这话怎么讲 一句话 如果 α1 α2 点点 αm 我这个限量组怎么样 我说 我可以有 β1 β2 点点 βn 限性表示 各位 来 我这个限量组 都能用你来表示 你告诉我 现在两个限量组 之间 字什么关系 嗯 字什么关系 我带了 n本书 我就可以 用你的n本书 来代替我 我n本书 能用你n本书 来代替我 现在并不是问你 m大 n大的问题 他是问你 那你在n本书里面的精华 我在n本书里面的精华 缺一不可 那是有多少个 你告诉他 肯定要组大点 是不是肯定是什么意思 α1 α2 你这个n本 我不管你m多少 反正你n本书里面的 不同的书的种类 是不是一定要小于等于什么 小于β 点点点 βn 这n本里面不同的种类 能反应过来吗 注意啊 来 生活语言怎么讲 你这里有一百本书 你哪怕m取一百 m取一百 我n都可以取三 懂不懂 数量 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去比 我说我 我带了一百本书 一百本书可以 由三本书来替代 这怎么 怎么叫一百本书 能由三本书来替代 由于你一百本书 全是数学 你一百本书 全是数学 你的种类只有几个 你的取完 这个符号加进去 你才等于一 而你不要看我带了三本 我这三本 我有一本数学 一本一一本正 而我有几个不同种类 我有三个不同种类 所以我是等于三 一单能比三小了 能反应过来吗 这就叫 α这个限量组 能由β这个限量组来表示 那就α这个限量组 字要小一等β这个限量组的字 第二句话 他说如果 α1α2 0.0.0.2αm 他与什么 与β1 β1.0.0.βn 这两个限量组 彼此等价 我中有你 你中我 我可以表示你 你可以表示我 我带了三本书 你不用管我这里多少书 我带了一百本 你带了七十本 说我的书可以替换你的书 你的书可以替换我的书 什么意思 那我们带的种类是一样的 你有英语 我有英语 你有数学 我有数学 你有政治 我有政治 所以不管你这数量多少 我现在你的种类α1α2.0.2αm 等于什么 β1β2.0.βn 这肯定在 你体会一下 现在用字的语言来描述 限量组 好 各位 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来可以看到 第四点 这是最最重要的 最最重要的 五十七的第四点 我们的标题怎么讲 就有关限量组织的重要定理和公式 有关 至重要的定理 和什么 和公式 第一个理论 这里讲面说课的时候 有同学都不读 叫三字先等原理 三字先等原理 什么叫三字先等原理呢 说一个矩阵 a的字 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 a的行线链组的字 也等于 a的列线链组的字 看到没有 这叫三字先等原理 这叫三字先等原理 这怎么理解 各位看到这个 摆在你面前 这叫一个矩阵 两行三列 来各位 我们用矩阵字的定理 去求求这a的字 矩阵 用矩阵的语言描述 矩阵字 定理怎么背的 飞灵指示的最高阶数 第二部分讲的 飞灵含列式的最高阶数 我问你 两行三列的矩阵 你最多怎么打造几阶含列式 你是不是最多怎么打造二阶含列式 所以你在这里面随便挑两行 不用随便 就是这两行 没有随便 在三列里面随便挑两列出来 你一三二四 是不是含列式不为零 你现在是不是 有一个二阶含列式不等零 但你所有的三阶含列式都等零 对这个题来讲 没有三阶含列式 都没有三阶 摊杀三阶了 所以飞灵指示的最高阶数 几阶 a的字等 这是用矩阵字的语言 来描述 求出他 求出他字的问题 好 接下来 你矩阵由谁拼起来呢 矩阵现在是不是有 一二三 二三四 是不是有两个含线量拼起来呢 你有两个含线量拼起来 两个线量看你相关无关怎么看 看你是否成比例 这明显不成比例 不成比例就现性无关 所以两个含线量 每一个都独特的 我们现在怎么讲 二二二一二包 这不等 你看含线量组织 那这个矩阵还可以看成什么 一二 二三 三四 这叫β一 这叫β 这叫β三 这个矩阵是不是有三列构成 是不是有三个二维线量 这三个二维线量 你现在来我们求求 这组线量的极大线性无关组 看看他有几个独特的 有几个 我们怎么讲 三个二维线量 由于你看比如说 这前面两个 是不是已经线性无关 但是加上一个呢 三个二维线量 是不是一定线性相关 所以β一β二β三 放在一起 他们是线性相关的 放在一起是不是线性相关的 对不对 我们前面已经做过它 一定是x一倍的β一 x一倍的β二 一定会等于求解出来 加上一定会等于β三 换句话讲 β三是可以由β一β二来线性表示的 对不对 刚才是不是已经求过了 这三个类线量放在一起 它的极大线性无关组 可以是谁 是不是可以是β一β二 也可以是β二β三 也可以是β一β三 你看它极大线性无关组 各种有几个 是不是只有两个 所以表面上有三列 其实你真正只有几列 有几列 只有两列 所以怎么讲 β一β二β三等于 等于独特的只有两列 看到没有 所以无论从举阵的语言 还是从寒线量主治看 还是从猎线量主的治来看 他们都等到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三字先等理论 这叫三字先等理论 看到没有 这就叫三字先等理论 好第二句话你看吧 叫初等变换不改变举阵的字 各位初等变换不改变举阵的字 初等变换不改变举阵的字 初等变换怎么写 左边乘个可逆举阵P 是不是对A经若干事的含变换 右边乘个可逆举阵Q 是不是等于相当于对A经若干事 初等列变换 或者左右同时开工 既对A做初等变换又对A经若 初等列变换 都永远不改变A的什么 永远不改变A的字 这是第二部分学的 再来复习遍 这叫初等变换不改变举阵 举阵A的字 好 这课本来括号1括号2 而括号3在前面已经提前讲完了 那括号3前面就讲过了 那接下来关于这个字这个问题 还有堆公式看看 有哪堆公式呢 比如说ASM乘以N 如果是M含N列的一个矩阵 你的字告诉我一定比谁小 一定比MN小 取MN的最小字 而且一笔小于等于它 对不对 我总共只有三含四列 我的最大大导生 对不对 能反应过来吧 我总共才三含四列 我总共才三含四列 我的含数总共只有几含 总共只有三含 我就每一含都独特的 我才等于三嘛 你可能等于四吗 不可能 对不对 这从含相连组的角度来讲 我从矩阵语言来讲呢 用矩阵证的定义来描述 我三含四列的一个矩阵 我最多只能找到个三阶含列 你找不到四阶含列 所以他你告诉我 他说小等于MN的最小值 看没有 然后再来 A和A的转次的字是相同的 你含变成列列变成含 对不对 你原本这个某一阶含列是不等你 你怎么含变成列列变成含 它也不等你 所以转次以后不改变举正词 对不对 它都不改变举正词 还有58 你看这里就一大堆 这里就一大堆 一个数非零数K乘A 你告诉我改不改变 A的字也不改变 对不对 我把你原来这几列 是线性无关的 我成一个K倍以后 不是照样线性无关吗 对吧 这从限量组的字去描述了 从举正词呢 原来这几行几列 打造成一个某一阶含列是不等的 每一个数乘一个K倍 照样不影响 你原来不等你 我就不等你 原来等你 我就还是等你 还有这两个先计 A加上B的字 小等于什么 小于A的字加上B的字 这个先计 还有一句话 怎么讲 七字方针叫 举正越称 字越小 举正越称 字越小 它是小于 听到没有 A和B字的最小字 这句话也很有 叫 举正越称 字越小 能可能就想关注 这怎么字呢 怎么就知道 举正越称 字越小呢 各位 你就怎么知道 举正越称 字越小 你看举正越称 字越小 比如说我来 你去证明一下 A乘B的字 为什么比B字小呢 你看这个题是放在哪里 放在62页 62页3.30立题 62页3.30这个立题 你看这个时候 为了去把这个结论 正出来 你需要有一种手段 这种手段干什么 就是要懂得合理的 去把AB拿来分块 所以各位分块 是这种技术手段 并不是在技术阶段 先放在调部分 先跟你讲讲分块矩正 你怎么要对它 别人行分块 你怎么会想到对它 裂分块呢 是为了在证明 某些命题里面 我们的一种手段 所以这种手段 当然挺费劲的 所以不用在这个阶段 就给我去看这种立题 我告诉你 冲实班的时候 这可能是一个选择题里面 某个某一句话 你根本就 我告诉你 学到后面就两个字不分 分不清楚 这门课里面行裂 根本就不分 你看到没有 为了证明 A乘B的字比B的字小 你看到没有 我们这道题是要把B进行含分块 听到没有 我们是要把B进行含分块 你学有余力 你可以提前看 这样这种问题 第二轮就 我就要好好讲这种 好吧 你今天先跟我学会 记住 听过这个话 问你什么七字方针 你不要说 哪来七字方针呢 对不对 我说七字方针 不是说我爱中国共产党 我爱中国共产党 对 也七个字 对不对 我讲七字方针 哪七个字 叫举正越乘 字越小 那还有 还有个用的更多 我用红笔写 说A是M乘以N B是N乘S 你看到A乘B等于0 各位你要干什么呢 你看到A乘B等于0 我们要去想 A的字加上B的字 要小于等于N A的字加B的字 要小于等于N 先记 先记 A乘B等于 就意味着A的字 加上B的字小于等于N 这个靠印记是不够的 最好先学 要学会它的证明 好吧 要学会它的证明 那学会它证明 怎么证呢 所以这要先听线列 先听方程 后听线列 各位以后看到A乘B等于0 看到这句话出来 你还可以构造一句 显句这个话 怎么讲 就表示B的每一列均为A乘B等于0的解 听到没有 叫B的每列均为A乘B等于0解 能跟上吗 这句话能不能听懂 我A乘B等于0 各位 假设我AB就是三阶方正 好吧 来来来 AB就是三阶方正 我们聊 你这里A1 A2 A3 你这个B1 B2 B3 C1 C2 C3 如果你等于0 怎么讲 你先不要看后面两列 看这一列 做矩阵乘法 对不对 做矩阵乘法 是不是可以写成A1 E1加水 A2 F1加上水 A3 G1等于0 同样 B1 E1 B2 F1 B3 G1 是不是等于0 同理 C1 E1 C2 F1 C3 G1 是不是等于0 那不就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A1 X加水 A2 X1 A2 X2 加上 A3 X3 等于0 对不对 是不是就B1 X1 加上水 B2 X2 加水 B3 X3 等于0 那比如就C1 X1 加上谁 C2 X2 加上C3 X3 等于0 这个方程的解 我问你怎么讲 E1 F1 G1 E1 F1 G1 是不是为这个方程的解 是不是为这个方程的解 只要A乘B等于0 所以那现在怎么讲 B的第一列 是不是就满足 X1 X2 X3 那我们问你 同样道理 E2 F2 G2 是不是也满足这个方程 同样道理 E3 F3 G3 是不是也满足这个方程 所以我们怎么讲 B的每一列都是这个方程的解 大家能听懂吗 B的每一列都是这个方程的解 看到没有 B的每一列都是这个方程的解 各位 既然B的每一列都是这个方程的解 好 我问你 你看这个Y能不能转过来 等到这个道理 来 可以了 懂这道理 来 走 我先来问你 你看先来句大白话 同学 我问你 考研数学总共只有多少分 是不是总共只有150分 好 各位 你学的再牛 你学的再好 你未来考出来的分数 你告诉我 你考了个三角形 你告诉我三角形是大于等150呢 你还是小于等150 你考了分数 和考研满分150去比 是不是你考分数 原来是小于等150 这个道理能懂吗 好 我问你 各位 现在AM乘以NX等0 这个方程等0 你看到没有 我问你 方程理论告诉你 这个其实方程 他最多只有 现性无关的解 只有几个 来 不是先学过方程了吗 先学方程后听这里 这个方程 方程理论告诉你 他现性无关的解 解下来 只有几个 方程理论告诉你 现性无关的解 总共只有N-2A个 什么总共只有N-2A个 位置数 个数 仅具系数 矩论 字 总共只有N-2A个 而你今天告诉我 你B的每列都是我的解 你B的每列都是我的解 就好比B的每列是你考了分数呀 我们你的每一列到底能提供几个独特的列呢 到底能提供几列独特的呢 到底能提供几列独特的不就是用B的字来描述你吗 你B哪怕一万列一亿列 我就看你这个B 这里一列列这个限量组极大无关组的个数 你极大无关组的个数是不是RB呢 怪不得他提出这个概念出来吗 要去研究一个限量组的极大线性无关组 要去提出限量组的字 我管你一万列一百列一千列 我就看你这一千列里面 你到底有几列是独特的 RB搞定 这是你考的分数 这是考研数学的满分 150 你告诉我 谁比谁大 小于等于嘛 是不是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 所以这里马上就得到 A的字加上B的字 小于等于结束了嘛 是不是就A的字加上B的字小于等于 是不A的字加上B的字小于等于 那不就结束了嘛 是这么正的 好好体会一下 这就这么个难的地方 你下次这个弯线 那么容易马上把它撞过来 听懂更好 听不懂多听几遍 我B的每一列都是能解 那你管我B有多少列呢 我B有三列 八列一百列 我一百列 关键看我B字为几 对不对 你怎么提供 精华部分怎么提供这么多 RB RB上比N减R小 就证明完毕了 所以这个定理就正过了 见没有 这个定理就正过了 再来第四点 那你要学会 以后我给你一个线量组 各位 我给你一个线量组 线量组制的求法 线量组制的求法 我以后给你一个线量组 你怎么去求他的制呢 就这么办 你把这个线量组 统一怎么样 以列的形式 要不要 统一以列的形式 形式干什么 构成矩阵A 统一以列的形式构成矩阵A 对A 进行什么 对A进行 初等航变化 各位 对A进行初等航变化 化为 航阶梯矩阵 化为航阶梯矩阵 化为航阶梯矩阵B 所以这个说怎么讲 这个线量组的字 就等于A的字 就等于什么 等于B的字 等于什么 等于非零航数 是这么求的吗 听到没有 一个矩阵字 等于一个线量组的字 就是A的字 就是B的字 就是非零的航数 所以初等航变化重要 眼睛看 三个非零航字为三 五个非零航五 所以你要最后加上这点 看到没有 你要加上这点 好 那关于这个呢 来我们做道题 关于这个我们来做道题 看到60页3.20 看到60页3.20 他说兼线量组 α1 α2 α3 α4 α5 求这个线量组的字 看到没有 求这个线量组的字 以及他的极大线性无关组 并兼其余的线量 用极大线性无关组来表示 并将其余的线量 用极大线性无关组来表示 各位这个怎么求呢 我们用 用我们刚才的理论 这几句话 你们写下来了吗 好吧 不过你原本是 好像是列 我统一写成列的样子 所以我们课本上的解法解 用我们课本的解法 虽然这个基本上 α1是含线量 不管了 我们统一把它写成列的样子 1 2 1 3 1 1 负 1 1 1 3 3 5 4 5 负 2 6 负 3 负 5 负 1 负 7 各位 这就是所谓的 β 1 β 2 β 3 β 4 β 5 拿到时候干什么 第一含负 2 负 1 加 第二含 第一含的负 1 负 加第三含 第一含的负 3 负 加到第四含 加加减减 画初等含定 画含阶 画含阶体举证 过程跟你闪掉去了 好不好 这个你相信可以的 就加加减减 加加减减 最后呢 最后一步的单 你看没有 变成了 10 10 0 0100 变成2-100 变成了1300 变成-2-100 初等含变化的结果 那这就是原本的A 经过洛干次的初等变化 这就得到了矩阵B 所以限量组β1β2β3β4β5的字 就是A的字 就是B的字 就是非零函数 非零函数一看 几个非零函 两个非零函 所以那结束了 两个非零函 所以怎么讲 β1β2β3β4β5 大等级智维奥 智维奥 好 那智维奥 你的极大无关主 极大无关主 去哪里找呢 对不对 那你一种找法 最简单的找法是什么 你找每一行 你在那个非零行里面 找第一个非零元素 你看它不是在这里吗 你找到它 你看这个一代表的是谁 是不是代表原来的第一列 对吧 这个一是不是代表原来第二列 所以你就可以怎么讲 β1β2 就可以作为你的什么 极大性性无关主 你β1β2 性性无关 你就把这两列挑出来 就是我五个 你看表面上五列 但是真正只能提供两列 只有两列是有效的 其他三列多余的 为什么 我可以用这两列去代替其他三列 可以代替所有的五列 那这样提出来 他可能还会加一问 各位他会加问什么 他说对不对 他您把极大性无关主求出来了 β1β2 他现在问你各位 请你把β3β4β5 用β1β2来表示 线性表示一下 你不能看原来的A 你要看现在的B 懂不懂 你要看现在的B 你看β3在哪里 各位 β3 按道理这应该是β3 但是你这里的β3 一批 这里β β2一批 这里β1 同学 他们之间数量关系是这样的 就是你现在β3一批 等于多少倍的β1 加多少倍的β2 而原本这里的β3 就等于多少倍的β1 加多少倍的β2 听了没有 所以为什么把它化为 寒阶梯举字呢 那眼睛看是不是看出来 你的β3 来 β3一批 现在第一韩对准是2 第二韩对准是-1 所以你怎么讲 我β3 可以怎么写 我β3 是不是可以写成 2倍的β1 2倍的β1 2倍β1 这里是什么 减去一倍的β 写完了吗 听到没有 你再看不懂 你再看不懂 你可以怎么办 你可以很简单 走 你就把方程的理论拿过来 你现在看到它 把背后对应的方程写出来 就是我这里的第三列 各位 我这里的第四列 我这里的第五列 要用你这里第一列 第二列来信心表示 我是2-1 那所以怎么写 β3不就等于一倍的β1 负一倍的β2吗 β4呢 这11是相同 所以β4等于1倍的β1 加3倍的β2吗 而β5呢 什么-2倍的β1 减1倍的β2 就这样了吗 你再看不懂 你就可以把这看成一列 它的x1倍 它这里的x2倍 加上它等于它 一个简单的非其次方程解法 这个能不懂吗 我就不信 你这个β5 你看没有 β5呢 这是β1 那对应的方程这么写 是不是1倍的x1 加0倍的x2 因为这里是β1 用前两列代替后面几列吗 现在代替第五列 来你不用管三四 1倍的x1加0倍的x2 等于负2 对不对 0倍x1加1倍的x2 等于负1 废话吗 x1等于多少 负2 x2等于多少 负1吗 所以说β5等于负2倍的beta1 减去1倍的beta2 减beta2吗 你看 听完再来听 是不是更加理解 什么叫限量组的字 每次我讲独特的 有效的 独特有效的含义 是不是现在体会到 我表面上看起来有五列 其实真正有用 只有几列有用 是不是真正有用 只有两列有用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用这两列 可以去代替你后面的每一列 我可以用这两列去代替你后面的每一列 当然这个题 你可以把beta1 beta3 作为你的极大限量无关注 你可以把beta1 beta4 作为你极大无关注 你可以把beta1 beta5 作为你的极大无关注 那你看 相对来讲 beta1 beta5 是不最简单 就这样 好了 限量 终于讲 这张的确很费劲 我们就跟你真是过了一下知识点 男的题根本还没有涉及到 你也先不用涉及到 比如说怎样题 没有 还是现在这个阶段没有讲 你看没有 我们课本 63页 这种有关质的公司证明 我没有讲 调轮讲 调轮讲 你也不要着急 还有前面哪种题没有讲 前面什么题没有讲 就线性相关无关的证明 线性相关无关的证明 54页的3.14 3.15 这样题 这个阶段先不要看 我还没有减 你复习这个干嘛 你能在七八月份之前 把这个搞懂 你已经很好了 对不对 那你都说我还不够 你废话 所以我跟你这么讲 考满分 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不对 你真觉得听完这个还不够 就很简单 这又啥听了 那你 如果你有这么牛 那你提前可以 愿意做 你可以做的 对不对 那你就提前复习证明题了 这波是对95%的同学来讲 行喽 看没有 是你一天到晚 抢这么听现代数呢 对不对 你看我现在 现代数 第三部分讲完了 第三三讲完 我明天再讲 后天再讲 我现代数讲完了 我讲完了 看没有 你能听到哪里去 看没有 我都不知道你告诉我 看没有 可能现代数听完 连球迹线又不会 好了 好了 关这个线链 我们收 都 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